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和松他的频道 第一单要跟大家讲的新闻 是我之前那几天漏了讲 因为有太多激气的东西发生 所以忘记了讲这一单 就是关于英国的电子visal 其实它不是一个visal 叫ETA ETA全名叫做Electronic Travel Authorization 就是一个中文叫电子旅游授权的计划 这个计划其实早在去年的11月 就已经在一些地方推行了 譬如是科威特、加达、沙特、阿拉伯 这些中东国家已经首先推行了 但是现在这个计划就扩展到全球所有旅客 包括美国、澳洲 甚至乎是其他欧洲国家进来英国的人 都需要有ETA的授权 才可以进入英国 根据报导所指 第一阶段就已经进行了 就是中东的地区 第二和第三阶段就将会一名链实施 首先第二阶段就会对不是欧洲的地方 是进行ETA的计划 其中包括比如澳洲、纳斯林、加拿大、美国、日本、南韩、香港、澳门和台湾都需要 第三阶段就会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需要 但现在就是欧洲那些还没使用 比如西班牙、荷兰那些 在这个阶段下年一月都还没需要 一月之后就可能 下年的年底左右 全部都需要 分了几个阶段进行了 不单止你说香港特区护照是需要ETA 连BNO护照都需要ETA的 但是就有例外 如果你是已经 申请了和成功批核了这个BNO visa的人 是可以豁免的 但是你单纯拿着 拿着一本BNO护照想入境英国的话 你就需要事先去申请ETA 约莫的费用大概是10磅左右 大概是100港元 但是你一定要是申请成功去批核了你 你才可以上飞机 否则它在上飞机的时间 就已经会折住不让你去 根据英国的传媒引述 这个计划主要是要加强入境的保安 以及以反恐作为一个主要的目的 但是由于它推行这个计划 目的其实是要将所有的这些批核 是数码化 就是电子推行 即是背后它是新增了一个新的电子系统 去处理这么庞大的旅客信息 所以它就需要问你们收钱了 原因就是因为 制造一个系统出来是需要钱的 营运它也需要成本 所以就叫大家各地的旅客 就要试水 跟着一起去营运支持这个计划 我觉得你推行这个计划 我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始终是带为了决定 保守党的时候已经通过了 工党也没有反对了 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行类似这样的计划 所以很多年前去美国都已经要钱了 是的 我们十几十年前去美国都已经要付这类型的钱了 但是我同意它是外国的旅客入境是付钱的 因为是不用我们付的 最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的 但是B&O visa它都尚算公道 外面我看到很多报道说B&O都要付 要搞清楚是B&O visa的不用付的 只是B&O护照的要付 你有本护照 但是你没有申请到来英国居住 那不当你是在英国居住的居民 这个我觉得很合理 如果你说你已经申请了 来这里居住 而都还要你给的 那我就觉得有点不公平的 但是现在so far呢 我觉得它的计划也不算是有任何过分的地方 那大家要留意你如果是要申请这个ETA才可以来英国的话 那一般你如果旅游 探亲 又或者是一些商务短期的一些学习 那你最多只能够停留六个月的 它有一个ETA那里会告诉你你最多停留的时间是多少 那另外有一些可能是一些Creative Art的一些Artist的签证 那就会留在英国的时间就只有三个月而已 那另外呢也都是如果你是进来英国是纯粹过境的 就是比如可能你进入英国 然后去其他的 转去法国 是 转去其他国家 甚至乎你根本不进入英国的那个Immigration Control 直接在机场的过境你都要申请这个ETA 哦 即是只要踏足英国的定制 总之你的飞机碰到英国的那个境内呢 那你就要申请这个ETA了 那另外呢政府官网也都提到呢 你除了不可以停留超过六个月之外呢 你都不能够为 除非你在一些工作上面 拿了工作签证了 否则你不能够为自己或者其他公司 做任何有钱或者没钱的工作都不行的 那拍YouTube算不算呢 即是如果拍片 拍旅行特輯的放上YouTube播那样 那些算不算呢 或者那些明星来拍MV那样的 那些那些算不算要拿工作签证呢 严格上来说其实是算的 即是我这么想 我这么想 他这样说的话就似是需要的 那另外呢就是不可以拿公共的资源 也都不能够呢 是频繁连续访问英国的 就是你不可以说出了去 接着过一两个星期又再回来 就好像变成了半居住在英国的状态 那他也都会透过系统识别到 你太过频繁进出英国 那就是拿BNO的朋友仔呢 可能要留意一下 可能有些亲人在英国啊 或者可能他还在太空人中 诸如此类什么都好 那你就不能够太过频繁进出英国的 那另外呢 不单止过18岁以上的是需要 那就算18岁以下的 BB仔都需要申请 总之你来就要给了 BB都要 无分任何年龄 那你申请的时候你需要些什么呢 你需要有你自己的护照的证本 那有个电子邮件的地址 有信用卡 Apple Pay Google Pay 那些都可以的 那接着呢 你就要拍摄你自己的样子 要有一张照片 和你的护照呢 就对上那个样子是对的 那就可以申请这个ETA了 那申请的手续呢 也都不繁复的 你只需要在你的Google Google Play 或者Apple Store呢 下载一个叫做UK ETA的App 那你登入那个App呢 你就可以做了所有他需要做的程序 包括给钱的 那你搞定了之后呢 大概等三个工作天 那他就会回来的 一般来说会有三个工作天内福利 那如果有一些麻烦 或者是他自己需时过场的话呢 有机会会超过 那一般来说就是三人 那如果你申请成功之后呢 你就会收到一封email 那email呢 就会告诉你听 你可以逗留多久 那还有那个ETA有效期多久 一般的有效期呢 就是两年 那这两年里面呢 那你就无限次数进出英国了 那但是你就不能够超越他那个太频繁的那个 那个frequency 那另外还有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呢 如果你那本护照呢 在他批了你的ETA之后 两年里面就到期 你要申请过另外一本才可以再来的话呢 那不好意思啦 你是要给多一次ETA的 总之一本护照就两年 那但是如果你超过一本护照的话 你就要重新再申请过 那我们昨天就讲过关于这个NHS的改革制度 那虽然我部分同意他里面所讲的东西 那但是呢 我发现大部分的网民都觉得 哇 他那些计划是有点天方夜谈 似乎是要用很久很久的时间才可以实行到 十年啦 那好像我们昨天讲过说 NHS要去数码化整个医疗系统 那就等一些记录那些可以 很容易地被那些医生拿到 中央处理所有的东西 电子化所有的东西 那昨天有些网民就在我那里回答 那其中有一个就说 在Cambridge那里已经进行着了 但是呢 就需要用很多的钱 那就是200个million 只是整Cambridge那边 是 那还有呢 就不计计说你 其他城市是否跟你follow 是用同一个system 那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一定是的 不一定是的 但是那个技方可能在用它自己的system 这里在升级另一个system 大家都不是 那这个不是就是个问题吗 是的 这个就是个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工档提出的 那个是否就是unify 它全国所有的system都同一样 那另外还有一个网友 就自己说 它是负责其中帮手 NHS升级他们的系统 是 那他说NHS就已经买了一个 很厉害的system回来 但是那个system 第一要用很多钱 他没有说明多少钱 但是他说那个system 只是在一间医院里面安装 是需要两年时间 就是那个网友这样说 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就是他说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安装 只是一个医院 对啊 会遇到很多技术上面的问题 但是安装成功之后 你就会有很大的利益 因为那个system是很容易用 很方便 很快捷 但是呢 他的安装 所有成本 其他东西呢 就十分之高昂 而且用很长的时间 那今天呢 就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工档的一个科学家 就是一个科学家 但是同时是工档的人 是 他也是一个应该很出名的医生 那这一位医生呢 就接受Sky天空新闻的访问 那他就在里面提到呢 他说 他听完Kia Starmer说 要改革的方向呢 他自己个人认为是有一些失望的 他觉得呢 Kia Starmer是 有些少少将政治 放了上去 这个改革上面的层面 他说 首先你没有向公众去咨询 他们真正想要得到的NHS服务 是些什么 你就纯粹单方面 说你自己会将它变成怎么样 但是这个变出来的样貌 又是不是市民心目中所想的状态呢 OK 第二呢 就是他认为工档呢 就是怕会 会令到市民反感 或者是不得到市民的支持 而不够胆讲出 NHS真正需要的改革 是做些什么措施 就是他里面没有 最主要的那样东西 他没有讲出来 最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钱 因为那三样改革都是需要用钱的 是啊 但是你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位著名的医生同事 也是工档的 就是工档的成员 他就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表示 他说在未来的这几年里面 其实政府是需要考虑 究竟市民是不是某程度上 是要付一些钱 才可以去使用那个服务 不是已经有付钱了吗 他意思是不能够再打住这个全民免费的旗号 去提供NHS的服务 譬如是可能要设计某一类型的基金 就要某一类的人士要货水 又或者是某一类的人士是需要买一些保险 才可以去供应NHS 其实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矛盾 和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 为什么是一个政治问题呢 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已经交着IHS 然后之后 不是IHS IHS是BNO Visa交 NI本身其实就是用来 cover NHS的开支 suppose 但是其实早一两年已经说了 根本现在我们在交的NI 已经不是在 cover 已经不够 cover 甚至乎大部分钱都不是在用来做这一样东西 就等于我们的road tax一样 road tax suppose是cover 那条路面上面的maintenance 那些pothole的维修啊 各样东西 或者你建那些speed camera 其实都是由我们的road tax那里来的 但问题是他们一早 就是保守党的年代已经一早 将road tax里面所缴纳的税金 就拿来做其他东西 支付其他的开支 所以变成了 其实你给多少都不够用的 但是NI 大家普遍的市民就会认为 我给了NI 那他就用来 support 你的NHS 现在你问我拿完钱 你又再问我拿钱 就是政党就是害怕这一样东西 就是害怕你们说 你已经问我拿钱 又再问我拿钱 那这一个就会令到他可能会 民望是急剧下跌 所以他们就不敢提出这类型这样的 就是这类型的计划 但是这一位的科学家 有个专家说 他说 他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 单凭Kia Stama所提出的三样东西 是没办法修复到现在的NHS 就是只是空谈来的 因为你不能够是去确保你背后有足够的资金去營运它 如果你是要买一个insurance的 又或者是需要一个课金制度 类似医疗保险 类似医疗保险 那你就可以确保那些钱是真正用到医疗那里 而不是用到其他东西 就把他限制了那个范围在那里 但是现在就因为一个political reason 他不能够不敢这样讲 我想讲一些东西 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跟你讲 我们没有一个朋友做医生的 他说几个月前他们医院都upgrade了一个system 但是这个system他说很奇怪 他说这个system是美国的 他就说每一样东西 就是每一样treatment 旁边都有一个price在那里 那他就说 是不是将来我们将来都会要收钱 要不然你根本不需要那个column 你几个月前跟我讲过 你根本不需要这个column 为什么我们要把system是有这个东西在那里呢 其实可能已经铺牌着 他都觉得可能是 但那个price是美金的英镑 没有空的 只不过有个column 但column就写着price在上面 就是你可以放东西下去的 那那个医生就觉得 他就觉得很疑惑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NHS不需要整个price在那里 不出奇 就是可能他现在upgrade的系统里面 其实已经包括了这个可能性在那里 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他就可能会推出 是啊 就是说如果有price的话 可能是你每医不同的病 就需要给不同的钱这样 有可能有category分开的 可能有category分开 因为这个上节目受访问的医生 他说他自己觉得凡是不用钱的东西 那些人都不会珍惜的 他认为 就是他会认为太多人去濫用 或者是不当他是一回事 那他是有道理的 是的 譬如等于你免费在麦当劳拿了一个burger 那也好 那不代表你都会很珍惜 其实我会的 哈哈哈 麦当劳的burger很小的 因为如果要给一个部分的金钱的话 那些人会珍惜那个服务多些 而且他可以提供到一个优质一点的服务 我自己觉得其实 都对的 其实某程度上来说我不反对 我不可以说我同意 但我不反对的 因为如果譬如你有病的时间 因为有病和其他东西是很不同的 你iPhone 你硬上要iPhone 你都可以等的 但是你有病你要医 你是要立刻的 是 那这件事会危及你生命安全健康的关系 这个是跟你还会不会见到 明天是有一个莫大的直接关系的 那我当然想尽快可以医到我的 如果我是可以花一点点钱 或者我自己能力应付到的金钱 而令到我可以更加快得到一个优质 再优质一点的治疗的话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病人 他会愿意给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这样就不公平了 那你有钱的人就会看得快点 那就会医疗容易点 那没有钱的人就在那等死了 那不是这样说的 你始终因为那帮有钱的人 他能够负担他自己的医疗 你才有个资源给一些没有钱的人 去负担他们的医疗嘛 那你这个社会是一个资本社会 那就一定是有钱的 他会舒服一点的生活 没有钱的他的生活就会辛苦一点 那这个是一个现实来的嘛 就不能够单纯用公不公平来去计算 那坦白说呢 我觉得这件事就不能够直接入工党数的 也不是工党可以一时三刻可以直接解决的问题 那所以我不会 就是只是说这一件事 我不会太过怪罪于工党了 因为保守党在这儿的年代 都已经令到它是恶化得很紧要了 那我们当时都已经 已经是出现明显的问题了 我记得我个儿子呢 好像两三岁那时候 试过有一次突然间发烧 烧到呢 是 是全身呢 一打打 看到那些血管全身变成白色 然后震了 对了40度 那就叫白车啦 白车很好啊 就是很快就来 我们不是打999 我们打101的 不是 我打999的 叫白车来打999的 那他来到很快 就跟他打一支退销针那样 那他就很快地就缓和了 然后呢 就送了我们去儿童急症科那里等 但是结果呢 我和我儿子呢 在一个 就是他很不舒服的状态 晚上八九点开始 一直等到凌晨四点 都见不到医生 就是那一次的经验 就是我去到凌晨四点 我都见不到医生 那我和我儿子没办法了 唯有走一看他已经退了销 但是你作为家序 你 哇 之前这样 你又不知道他怎样 那你就担心 就是要看一看医生 先确定 但是呢 看到他呢 有太多紧急的症来到呢 不停地把你的次序 放下 明明你可能是下一个就到你了 但是之后又进了个劲 你又再跌一围 你又再进了个劲 你又再跌一围 就如是者 等也都不到你了 那就等了 在一个急症室里等了八个小时 因为我说的是2017、2018年那时候的事 那时候都已经去到这样的地步了 那就是当然了 不同医院 不同时间 你又会有不同的对待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一样 但是问题是 那一下你真的对那个急症 是失去了一个信任 但是我不是只有这次经历的 也都试过手一条筋拉一拉 他又去了急症室 那次就等了四个小时 但是又有人看你的 我那个医生很快 但是我试过一次 但是很快就搞定了 对了 后来我上网自己学 后来我上网自己学 怎样跟你拉回他的筋 现在已经 对了 松太英识了 但是八个小时那次 那个感觉就真的很差 我最后是看不到医生的 是回了家 但是幸好他又没事 那接着就如是者他又好回了 那一次的经验就是这样 但是你就会怕了去急症室 就是我不是去到休克那样 我都不会想去急症室 因为你知道 你未来就等着八个小时的时间 尤其是凌晨那些时间最多人的位置 所以我们之前两年都有说过 他将那些病要多严重 你才可以去医院 提急症 否则你可能都要等很长的时间 甚至乎看不到 那这些其实都没有一个 即是立刻可以解决到的办法 但是如果你说 课金 即是有能力的人再课多些金 而可以令到问题解决的 那我觉得是一件可以去试一下的事 就是如果你问我的话 但是我觉得你要对课金的人公平一点 课了金的人他应该得到一个 可能快速一点和优质一点的服务 课金的人才愿意去给 即是等于你看YouTube 人人都免费的 YouTube是一个免费的平台 但是为什么都会有人课金呢 因为课金不用看广告 即是他可以看那条片看得顺畅一点 还有看那条片的时候可以快一点 那件事会舒服一点 这个才是课金的原动力 所以课金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于 它怎样令到课金的人 愿意去给那笔钱 好了 作为NHS改革的一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政策 不是跟NHS有直接关系 但是我自己看完我觉得有些荒谬 那就是英国的卫生部部长 叫做Andrew Green 他昨天就出了一个声明 那里面就证实了 明年在英国的电视和网络上 就会推出一个广告的限制 那是一个什么的广告限制呢 就是垃圾食物的广告限制 何谓垃圾食物 对了 Burger和薯条这些就叫做垃圾食物了 那么就在英国就会将会在明年 就会推出一个计划 就是晚上九点之前 电视是不能够播任何有垃圾食物的成份的广告 例如麦当劳 对了 例如是麦当劳 又或者是KFC那些 那以后不可以卖开心乐园餐广告的了 因为你认为小朋友是不会晚上九点之后 还没睡在那儿看电视的嘛 认为是 那么政府就说这个限制就有助于保护儿童 免于他们接触一些不太健康的食物 和饮品的广告 饮品都不行 就是饮品如果是一些甜爷爷啊 或者是有很多糖啊 有点巧克力music啊 那些都不可以了 那么就有 他说有医学的证据表明呢 这样是可以正面影响那些小朋友 从小饮食那个偏好的 那么所以呢 政府呢 就采取今次这一个这样的行动了 那么另外还有啊 譬如是扩大这个糖税 即加糖所能 又中加 都是收钱 原来钱是可以解决了这些问题的 那还有禁止呢 向青少年售卖能量饮品 就是比如 Energy drinks 其实对的 Red Bull那些 这个我赞成的 这个对的 Monsters 能量饮品因为有大量咖啡因在里面 其实是 很多糖啊 严重影响你身体健康的 就算我以前下去那些clubbing那些 那么英国人很流行喝一个叫做 Jagerbom的酒精饮品 那就是什么呢 很难喝 是的 就是有杯 Jagerbom Jagerbom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那杯东西的味道 好像liquish的 就是那些黑色很难吃的那些糖呢 黑药水 是的 就扔下去一杯的Red Bull里面 然后就一起喝 杯中杯这样喝 那杯东西喝完 哇 心跳得很快的 是的 所以我就不一样的 但是你说禁止 这个垃圾食物广告在电视上播 是不是就真的有效可以阻止那些人吃垃圾食物呢 还有 不过阻止小朋友而已 他没有说是人的 还有你何谓垃圾食物 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哲学问题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鬼佬的东督少 就说 那妈妈叫你要吃carbohydrate 炭水化合物 要吃肉 要吃菜 是不是 是的 那其实一个汉堡包里面包含这三样东西 有面包 有肉 有菜 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番茄 看看你买什么burger 那为什么它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就是垃圾食物呢 其实burger可以是健康的 不一定是不健康的 我不会去到说健康 但是burger可以是grilled chicken grilled chicken是健康的吧 是的 但是譬如你麦当劳那些就很少是grilled chicken 也有的 但是如果你说subway那些算是健康还是不健康 对的那是sandwich来的嘛 是的 sandwich健不健康呢 那个问题是我在英国我分不开你哪些是垃圾 哪些不是垃圾 因为你平时家里正餐都是吃那些东西的 那你下午都是吃个三文治 那三文治又是不是垃圾食物呢 就是你学校容许三文治加薯片 是当是一餐的时间 那你又不容许他九点前播广告是有卖薯片的广告 那些垃圾算不算呢 学校也有vizzer吃的 是啊 是啊 larsanya那些算不算 其实在我们华人的眼中 全部都是垃圾 是不是 全部都是有肥的 是啊 脂肪又多了 跟着精製食物 根本就他们吃的所有东西 近乎全部都是垃圾 比如你星期五吃fish and chips 那是不是垃圾 垃圾中的垃圾 现在麦当劳卖广告是很健康的 不是薯条是苹果 苹果slices来的 什么 哪个是麦当劳会吃苹果的 不是啊 我又想到 你如果九点前就有些广告不能看 那如果九点之后我儿子还没睡 那现在电视播的那些薯条广告 那些麦当劳卖广告 所以我觉得首先呢 政府在推行这件事之前 他要定义了何为垃圾食物 即是怎样叫做 怎样筛选 怎样叫做有均衡营养 即是 我们在香港呢 从来没有遇过这个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文化差异问题 即是香港你会觉得 我回家吃白饭 有菜 有鱼 有肉 那这个绝对不是垃圾食物啦 有换汤 有换汤 这类型的食物就绝对不是垃圾食物啦 是吧 那但是你英国很多家 回到家 你就是 有辣山尼亚 肉酱意粉 还有有 咖喱鱼 咖喱鱼 是呀 或者chicken tikka masala 那其实 在我们的定义里面 一概都是 不可以每天吃的东西 是呀 都是垃圾来的 还有 你只是不让小朋友看 是不是就有用呢 那我爸妈看完 他会买 那其实又有什么分别呢 因为你都是 我妈妈都不能看 那就可以了 9点前 9点前会睡觉的那些 讲的都是 最多去到12、13岁的年轻而已 过了之后那些 都超过9点才会睡的啦 大部分都 那你是要阻止那些 几岁到11、12岁的年轻去看 就是没什么选择权的那些 都不是他们买的那些东西 不是啦 他又不可以按 Uber Eat Just Eat 那些自己买 他又不会自己走出街那里 买个披萨去自己吃的 全部都是我爸妈供应的 那你是要教育那些 爸妈不要给那些东西吃的 才是有效的 你纯粹单凭禁了广告 那效用有多大 我也想看看他的医学证据是什么 究竟是哪个医生说出来的呢 那就是好像烟那样咯 他拉了个链不让你看到那些烟 那你会不会不买烟呢 不会的嘛 你会继续买烟的嘛 其实不会的嘛 比如说以烟来计 你真正嫁烟的原因 是跟他的包装 或者他怎样卖的那样东西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啦 或者是搞得更噁心的 对啦 或者是呀 你搞个癌症病人 又或者弄烂了那些肉 什么那些很噁心的那些照片 你只会令我觉得 带着那包东西很噁心 但是你对于我会不会去戒烟 其实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我真的不觉得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来的 譬如好像老番那样 我说一样 就是我们那个年纪的人一定知道 买老番碟 譬如你看日剧也好 看以前的戏也好 那你知道香港人以前的知识产权 那个认知是非常之低的嘛 以前 那人人都会有买过啦 但是政府一定是禁的 海关一定是捉的 对不对 那么个个都买到鬼鬼祟祟的 那时候是买到 这头拿完个盒 然后那头要等它十分钟 那头拿下来 再走下楼梯两级那里 再一个箱那里给钱 哇 整件事好像夺宝奇兵那样 搞很多东西才完成 但是你为了看它的欲望 是不会减少的 就是没有因为这样 而令到它不存在嘛 最后是因为可能 防止老花技术高了 或者捉得太紧了 这些才令到它真正消失嘛 你试一下你现在仍然 不其实不是啊 是因为BT下楼梯出现了 是呀是呀 不用出街啊 是呀 因为是个更加快 但是自动不容易的方法 达到那个目的而已嘛 所以站在我个人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是不合适的 如果你真的要 英国人减少吃那些垃圾食物的话呢 其实你是要推广多些不同的饮食文化 就是要令到英国人知道原来 另外还有一些东西是更加好吃 也都更加健康的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英国是一个美食沙漠 就是不是说你香港人开的一些店铺啊 或者是你在这里吃的那些糖餐 有多难吃还是好吃的呢 而是你本身英国人那些西餐 就是除非我们去吃到 你那些很精致的那些 什么米字年餐啊 那些比较 那些很精致的餐 其实都是法国菜来的 英国精致的餐大部分都是法国菜 或者什么分子料理 除此之外 你在街上见到那些 不是Burger 就是薯条 就是Lasaniya 就是Pizza 就是意粉 就是Fish and Chips 咖喱 是咖喱 没有了 讲完了 是啊 Okebab 全英国的餐 刚才在十秒里面讲完了 那基本上 那些东西就已经是垃圾来的了 那你 你怎样将整个英国的国家的人 带离开那十样垃圾食物呢 这个我觉得算是 改了Weather Spoon的menu 哈哈哈哈 不让你吃 谁再做Burger 谁再罚钱 就是我觉得 我西方人的饮食是很极端的 它要么就全部是碳水化合物 全部都是肉 要么就完全没有这些 只得菜 而且是生的 没有调味料的 就是他们很极端 我觉得那样东西 没有中间 in between 譬如我们有西兰花炒牛肉 是两个东西混在一起吃的嘛 所以为什么 香港人的小朋友 会没有被英国人那么抗拒吃菜呢 就是因为 菜和肉是混在一起吃的 通常都是 但是英国不是的 英国很多时候 沙律就是沙律 沙律有时候可能都有些肉的 但是比例都是少的 肉是纯粹白炒鸡肉的样子 或者是给一块peperami 就叫做肉了 但是它没有那种技巧的成分在里面 纯粹是切切切切切切 混在一起 接着淋个汁 完 那就是了 但是 你香港人的饮食就里面变化大很多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不是杀士三下可以改到的东西 工党也都改不到的 因为这个是 英国人的饮食文化根深剃固了在里面 正如好像美国人 他们的饮食其实更恐怖的 是 他们喜欢吃那些超巨型热狗肠 超巨型的 每一样东西都很大份 我真的知道 超巨型的rips 现在的年代就因为可能环保 又或者是 价钱的问题 那些size小了 我记得我和松打十几十年前去美国 神经病的 是我们的lodge 你叫个普通的麦当劳 那杯可乐 水桶这么大杯 但薯条仍然是这么大 那做什么呢 我喝这么大杯可乐做什么呢 你走去超级市场 买的所有东西 买碳汁啊 一加卵的碳汁啊 一段加卵算 你不知道以为自己正在买油啊 所以为什么西班牙意大利那些 较为少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有一些比较精致的食物 不是每次就是carbohydrate 不是每次就是碳水化合物 他们会吃海鲜啊 吃西班牙炒饭啊 那些东西不会是大堆头大制作 全部都是芝士 他们觉得加多些油啊 加多些芝士呢 那些东西才好吃 但其实全部在饮食的角度来说 那些都是不健康的嘛 就是我不是营养师啦 我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啦 但我觉得呢 就是英国是要推广一些新的饮食文化 就是新的一些餐厅啊 各样东西 让多一些的选择 那些人才可以吃得健康 否则如果你永远都是那些 那些辣山尼啊 sapagetti pizza kebab 那些 是的 它永远都改变不了 那还有呢 新闻报道说呢 NHS呢 每年呢 花在小朋友牙科保健 六千四百多万 其中有四千多万英镑呢 是用来帮他们 拔了一些住了的牙的 那就是说呢 因为英国的小朋友呢 是吸收的糖分太厉害 那他们的烂牙烂得很厉害 而且他们呢 没有好好地去拔他们的牙 那研究显示呢 英国呢 大概只有七成的人呢 是会每天拔两次牙而已 有两成多的人呢 是每天拔一次的 也都有 那什么时候拔啊 早上还是晚上啊 不知道 那也都有几个percent的人 甚至乎是不是每天拔牙 那这个数字呢 相比于亚洲的地区 譬如日本那样呢 日本这个数字呢 是83个percent 还要日本人呢 是一天拔三次牙 是呀是呀 83个percent的人 一天拔三次牙 是呀 而英国是只有70% 每天拔两次 我看到很多人都看到人拔牙的 是的 印度人最少 印度人只有45个percent的人 是每天拔牙的 超过 少过一半 那你见英国有多少印度人啊 哇 那所以牙科 是啊 那所谓牙科的那个 那个医疗压力呢 是很大啊 难怪每次去看牙医 都会问我们一天拔多少次牙 是呀 我觉得英国都是要推广多些个人护理 就是要教小时候就要教他们 是要向上拔向下拔 英文有没有啊 不可况是没有 英文没有这些歌的哦 up to brush down to brush don't put it in the messy brush 这样没有啊 这个没有这些东西 就是你小时候要灌输这些东西的嘛 全家人一起拔牙 那些小朋友卡通啊 那些都要多些这类型的东西 是啊 还有每天洗澡啊 我没想过他们一天不会拔两次牙 还有呢 英国人是很喜欢在洗澡的时间拔牙的 所以才是一天拔一次 因为一天洗一次凉嘛 所以应该是晚上 不是 是不是 早上早 早上 其实更差 早上早拔牙的那个意义不是最大的 因为你晚上拔完牙睡觉 那你明天是干净的嘛 你早上早拔牙 但是他晚上没有拔牙嘛 留下早上 有一次最骯髒的时才来拔 所以每天洗澡很重要啊 你如果不是每天洗澡 你就不是每天拔牙咯 是同样的东西来的嘛 对来说都是清洁的身体嘛 但是牙和身体是要分开的 但是英国人很多都是在洗澡 因为我去做健身 经常见到那些人在洗澡房里面 一直洗一路拔牙的 但是我从来都不会这样做的 我一定是洗面拔牙 是另外一样东西来的嘛 是啊 所以这个都是文化的问题 对了 Anyway 今集到这里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都可以在留言 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下小鈴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了 下集再和大家见啦 Bye Bye